蜡新聞一文一文 蜡新聞歡迎你收看今天9月30號的蜡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宇寇 在柯文哲昨天像流氓一樣的恐嚇陳時中說 3加11破口你不承認就走著瞧這句話的擴散之下 今天陳時中早上在接受我的廣播訪問的時候 非常清楚的而且資料明確證據清晰的來說明 3加11不管是5月15號以前的確診的案例 或是5月15號以後所爆發出來的本土的感染 都跟3加11的政策本身沒有直接關聯 陳時中也是第一次非常非常的嚴肅的 而且也很嚴厲的說 如果有人想要來甩鍋找大代罪羔羊的話 大可不必他當然是針對柯文哲 在台北的萬華阿公店的群聚感染當中的處理不當 想要轉移焦點所做的說明 我們今天來繼續的為大家來討論 柯文哲想要甩掉這樣的一個黑暗的記錄 來創造他在目前的政壇上面被吹捧為 可能是國民黨的代理的政黨的這樣的一個未來嗎 昨天柯文哲揚言他要成為執政黨 而且他說民眾黨的黨員都是高學歷又理性的 等一下我們也來看一下實際的狀況 中國國民黨為什麼會被柯文哲這樣的瞧不起看衰 當然跟黨主席的選舉所造成的分裂有很大的關係 更利各界吃驚的是朱立倫好不容易當選了 可是他好像被張亞中 他在選前所有亡黨的威脅的對手 所帶動的紅筒的選票給嚇到了 好像打雷打到了 自己幾乎已經變成了一個極端紅 那麼在處理跟習近平的賀電之間的互相往來的時候 被他的童中的朱鳳蓮小妹吃豆腐也就罷了 他還說這是他跟對岸共同決定的 好多人私下都嚇壞了 難道朱立倫還沒上任國民黨主席 就已經跟中國共產黨暗通款取嗎 他為了要轉移這樣的一個各界的疑慮負面的評價呢 朱立倫昨天又出了一個新招 他公布了日本當局對他的賀電 但是這個符合外交上的禮儀嘛 更重要的是岸田文雄這位抗中清台的日本的政治人物 當選了日本的自民黨總裁要接任日本首相之後 朱立倫就趕快去發賀電 怪不得年輕的激進黨的新聞銀行部的主任張柏陽 就氣得在臉書上面說 你在那裝什麼熟啊 你在那邊蹭這個新任的日本的首相 到時候我們日本福島的食品要解禁的時候 你們中國國民黨又要去打人家的耳光嗎 這樣子一個反反覆覆 方寸大亂的朱立倫到底是怎麼回事 等一下我們有今天獨家的余貝神將軍非常接近事實 而且就近觀察的分析提供給各位 為大家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高雄選出來的劉世芳 寇姐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你 接下來我們請到的是自身媒體人陳東好 寇寇姐好大家好 謝謝沐朗東 寇姐好大家好 歡迎你 他在桃園很久跟朱立倫有非常長期的晉身觀察 是裕貝神將軍 寇姐好大家好 謝謝 自身媒體人裕妹妹 寇姐好大家好 好我們最後請到的是羅俊軒醫師 寇寇姐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今天仍然是確診病例是0 而且我們今天的正副總統前後差了30分鐘 去打高端的第二劑 我的第二劑明天要打 而且今天陳時中部長他透露了一個家族的秘密 就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兒子也都是施打高端疫苗 我們來看陳時中部長今天非常非常嚴肅的針對柯文哲 對他像是流氓一樣的走著腳的嗆下 他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論述的回應 而且他在答覆我的詢問說 柯文哲是不是要擺脫或者是要甩鍋 他說在台北旺華的這個本土爆發案例 處理不當的這件事情 才一直揪著3加11追打 那陳時中沒有否認 他說如果要用這個方式來找代罪羔羊 大可不必 那未來是不是有科學的證據 實際的數字跟事實的真相 加強陳時中對柯文哲 這個舉動的各種不同的相互的論證 而要逼使柯文哲面對真相 就是3加11不是破口 我們來看陳時中是怎麼說的 昨天那個柯文哲說 你那個3加11不給我說清楚 你就給我走著瞧 如果他連這個事情 他還沒有辦法弄清楚的話 有機會我要跟他親自說明 那也沒問題 不過我覺得這事情是很清楚的了 所以他跟萬華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那第一個時間人家問我 那是不是有關係 我不敢講一定沒有關係 病毒事實上是很難去預測 所以在後來經過後來這3個月 他有這樣的一個爆發的情況 那這爆發的人 我們也都做疫調 那做疫調你也沒有辦法 往前連到諾夫特 或是相關的基礎員的身上 所以我們從基礎員諾夫特 往外做疫調沒有關聯性 那你講說有關聯的你要拿出證據來 對你不能說你找不到感染源 你就隨便說是你傳的 對不對 那這樣的疫調或防疫就不用做了 整個社會大亂 大家就適時去看 對 如果一個在防疫的裡面 你任何可以講說 啊這就你傳的 啊這你傳的 這小回就倒了 這小回倒了 不允許這樣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也不會逃避說有相連 那很好我們可以在溯源做得更清楚 把它捶醒的更好 這我都不逃避這些事情 但是要憑著事實講話 但我說政治少少一點 專業多一點 每一個事件一個事件一個事件 大家好好把它處理掉 那不用要比如說甩鍋也好 找替罪羊羊也好 都大可不必 好彩請教羅醫師 你覺得柯文哲會理性的 非常光明正大的公開跟陳時中部長 來溝通這件事嗎 第二 柯文哲手上有證據證明 3加11就是破口嗎 今天呢陳時中都已經這樣子 抑正言辭 而且呢非常清楚地分析了 3加11的政策的來龍去末 跟後來的5月15號以後的 所爆發的這個本土的大型的感染之間呢 沒有科學的證據 沒有事實的真相嘛 那未來柯文哲應該還會用這個做政治性的攻擊 那你認為會如何的發展 那柯文哲呢他不僅這個講說你給我走著瞧 他這個昨天的語氣是這樣喔 臺灣人的個性很老實 如果道歉絕大多數臺灣人都會覺得算了 但是政府的態度這樣子會讓人更生氣 好啊 以後大家就走著瞧 然後這個病毒不會從太空調到雙北地區 政府做得好做得壞 老百姓心中只有一把尺 這些話跟證明三加十一就是破口 有足夠的依據嗎 我覺得那個三加十一這個議題 確實是被過度的政治化學模糊掉了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去檢討三加十一 應該關鍵在什麼 在檢討說在不同的時間 我們的邊境政策這樣的調整是不是適當 程序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專業考量對不對 那麼這些邊境的一個政策 基礎委員有沒有真的去弱勢 我覺得重點在這個地方 那從昨天我們聽到說這個某個 這個我們說縣市場說走著瞧 我就覺得說其實不應該有太多情緒 對 不該有這麼多的情緒 因為畢竟這還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公共議題 那疫情也還在走 那將來到底邊境怎麼改變 我覺得都是問題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國家 他們邊境政策都在改變 日本也提到說有些狀況之下 可能從十四天變成十天 所以面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回到一個所謂的科學跟專業的本質是 應該是要冷靜務實地去探討 到底再來我們的邊境政策怎麼做 會比較好 那至於說關聯性 我覺得這是更難去證明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完全的一個證據 沒有完整的一個基金定序 我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會做這樣的一個連結 那當然如果站在台灣現在的立場 這也不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防疫的過程中 已經繳出了一張一張的考卷 一大張考卷 幾乎大多數題目都答對了 有一起在這個地方爭議 那麼大家在這邊磨蹭聲量 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證明說這一題你比較厲害 你答對了 代表你整個考卷都能寫對嗎 在過程中不要忘記 這些對於防疫政策提出意見的人 他們都是在整張考卷裡面 到處說三道四找查 他沒有整體的論述 我這邊提出一個最近 就是在彭博新聞社 所發布的一個最新的一個 所謂的全球的防疫韌性的一個評比 我為什麼講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認為很多人 在講這個防疫問題的時候 都沒有核心價值 這個防疫韌性其實它是站在什麼 彭博社 彭博社它的專注是什麼 是財經資訊 所以它是用經濟的評論跟觀點 那你如果對照這個部分就發現說 彭博社把台灣的評比評得很後面 他說台灣的這個邊境 應該要開放才好 那對照現在對三加十一的一個檢討 你不覺得剛好是相背的嗎 那我就要請問說那地方所長 請問你現在認不認同這樣的一個評比呢 而且這個評比呢 在很多地方混淆人心 我必須要講一下是說 這一次的評比 全球評比第一名你知道哪個國家 叫做愛爾蘭 那我這邊有列一個他們目前的一個防疫的一個統計 限差的邊境一天 確診人數有一千四百九十七 各位這個評比全世界第一名 他現在邊境一天有一千四百九十七的確診 整個過程中呢 所有國民五百萬國民 有百分之七點七四趴的人染疫 退萬部說不要打疫苗 都有將近百分之十人都免疫了 這是我們要的結果嗎 我們要的一個防疫的成效嗎 那麼對應來看臺灣 臺灣在這一次呢 在這個評比被列成四十二名 可是現在呢 我們邊境到今天呢 我們知道關於得很不錯 本土呢 我們的確診是零 那麼整個過程中呢 我們的國民染疫呢 是萬分之六點八 各位剛剛說的那個愛爾蘭第一名國家 每十萬人有多少人過世 一百零四人染疫過世 臺灣呢每十萬人三點五四 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地方首長 真的要就是認識 請你拿出你的科學專業 把所有事情都把它講清楚 不要挑對你有利的說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發現整個東亞的東南亞的 所有的一個防疫政策 都在這個評比當中呢 被排到很後面的狀況 整個歐盟國家都排到前面 看起來是用一個經濟的觀點在洗白 但是再退一萬步說臺灣經濟不好嗎 這個過程中臺灣經濟還是很好啊 所以我回過來看是說 今天有個地方首長說 他說這個應該是四叉毛嘛 他說四叉毛如果你那麼喜歡 一直在這個檢驗這個 你身上這個IGG的話 那你剛剛就做人體試驗 聽起來首長對於四叉毛的一個行為很不屑 他覺得你在磨蹭聲量 可是換個角度來說 當初他在磨蹭聲量的時候 我們說明說也很受不了 換言之回過來防疫該做的事情 我們應該公平檢視每一個人所說的事情 我總覺得走著瞧 不是一個專業的人 首份計的一個首長該做的事情 我們應該所有民眾都能夠和緩下來 好好去觀察每一個人所說的事情 至於這個關聯性 我當然認為說 如果有可能就去了解他的關聯性 可是以目前來說時間已經很久了 該要做的事情不是這些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忙 大家要一起努力 但是克文哲一直糾纏不休 這個講到三加十一這件事情之外 他現在針對另外一個疫苗政策 也是一直砲打陳時中跟指揮中心 那他說疫苗政策亂七八糟 臺灣到現在還有什麼疫苗就打什麼 你受得了嗎 但是那個陳時中的回答是 只要疫苗來了不管是捐的或是你買的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各種不同的國產疫苗等等 都在覆蓋率慢慢的在增加當中 都是有結有緒 那你是一個醫生 你在第一線上這個工作 克文哲說這個疫苗政策亂七八糟 跟事實相符嗎 坦白講其實疫苗政策本來就是一個很辛苦的一個工作了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購買國際的疫苗的時候 還不斷的在努力發展國家自己所生產的疫苗 對 那以目前來說臺灣的疫苗打到什麼狀況 到今天我們的單劑的一個覆蓋率到百分之五十五點七 基本上每天都增加得很快 那過去的三天 一天的施打量從二十九萬 二十九萬到昨天三十二萬劑 我覺得亂不是人為造成的 亂是因為這件事情本來就很難處理 但我覺得在所有民眾的努力之下 亂中是有序的 對 最近我在門診看到很多人 他們開始就覺得說好像比較放心 可以好好的生活 因為老人家陸續的第二劑打在身上了 因為本來擔心的孩子也都在很有秩序之下 開始把BNT打在身上了 那本來我們擔心的心肌炎呢 第一劑本來就不多 可是藉由很好的一個公民的一個溝通 跟衛教發現大家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產生所謂的嚴重的一個不良反應 換言之在臺灣社會 目前我們確實不斷在進步當中 剛剛提到說這個所謂的防疫的任性裡面 也提到的部分就是疫苗打多少 事實上在那當中把臺灣當成是第一劑 覆蓋只有三十趴的一個國家 這個被低估了 那我覺得說也許在十月的時候 還我們公道 我們不是三十趴 至於說臺灣到底有沒有亂七八糟 我覺得大家心中有一八尺 因為確實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所有的這個所長都很認真在做 是某些限制亂七八糟 不要忘記當初有人要爬好漢坡才能打疫苗 有人在大熱天裡面要曬太陽才能打疫苗 當然造成了很多的悲劇 那麼現做回過來 我們應該去思考怎麼樣把剩下這些長輩 最後那塊拼圖把它拼好 而不是從頭到尾甩鍋說大家都沒有做好 事實上每個縣市都有責任 不要忘記那個時候臺灣有四個縣市一直在炒 說他們要一起去買BNT 那到後來有沒有發現趕快把手邊的疫苗打好打滿 才是正途嘛 所以我認為臺灣在過程中走在世界各地的疫情之後 我們確實有時間去加緊揭備 但事實上現在我們也做得很好 包括國產疫苗必須講一個公道話 國產疫苗 我們的EUA已經產生了嗎 已經做了嗎 那現在日本民意喬就在做 他們也說在二零二一年底 他們可能現在說三共或炎炎疫 可能會有他們的國產疫苗 能夠EUA授權成功 所以臺灣在這件事情上都在努力做 其他我們友好國家也在努力做 大家就一起共同來努力 讓全人類的這個防疫能夠做得更好 這個羅醫師跟陳時中部長 其實都是厚道的 關於什麼疫苗政策亂七八糟 這個你受得了嗎 柯文哲好意思 你那好心肝 你那個BAN到現在不曉得還藏在東西南北 這個外星哪個地方 那個人家是厚道 沒有去吐槽你去嗆你 那你還真的自以為自己已經變成了超級巨人了 但是劉士帆委員你們要小心了 現在柯文哲已經從民眾黨的五席部分區立委 到那個要變成一個 是對民進黨是有影響的一個在野黨 他現在已經要變成了取代國民黨的執政黨了 昨天他說因為國民黨的選舉黨主席的時候呢 亂成一團有分裂的這個危險 而且再加上呢朱立倫當上這個主席啊 勝選之後各種的行為 讓大家覺得方寸大亂左右這個搖擺啊 所以他昨天呢 哇被大家已經捧到了 他可以變執政黨 他說民眾黨是新興政黨 比較高學歷年輕人支持的政黨 這是因為台灣民意基金會最新發布的一則民調說 年輕人裡面他的支持度很高 組成分子年輕講道理不是傳統的政治人物 民眾支持度反映在黨員結構 這沒有什麼跟我們的屬性很接近 民眾黨有信心要成為執政黨 他2024年就要拿下總統 然後整個的掌控台灣的中央執政權類 你們不害怕嗎 他一直針對三加十一針對疫苗 每天這樣子砲打中央 砲打蔡英文 砲打這個蘇貞昌 可能就可以達到目的 柯文哲市長我要恭喜他 他要成為執政黨 其實他講錯話 他現在在臺北市的執政黨 可是他這個執政黨六度裡面的評比 滿意度是最低的呢 好多天下雜誌財訊雜誌都是最低 那這樣的執政黨叫執政黨嗎 還是不得不去蹭一下聲量而已 我要補充一下三加十一的議題 我覺得很奇怪 柯文哲市長永遠跟著這個 國民黨一起在砲打陳時中 就覺得三加十一呢 其實就是他們造成萬華這些大規模的 這個群聚感染的一個破口的來源 可是呢其實這個陳時中指揮中心 在上個禮拜送給立法院的報告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從科學證據 從疫調裡面沒有直接的關聯說 三加十一就是萬華的一個大的破口 為什麼呢 一般而言三加十一如果是指這個機組的成員的話 他們都是比較高學歷 會到說萬華這種茶藝館去喝茶的比例不會那麼高 所以事實上他應該有其他的來源 但是在其他來源還沒有清楚的 從科學證據裡面得知的時候 你就直接指稱他就是破口的來源 如果你是一般的市警小民 我們覺得就算了 你是擔任臺北市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的人 居然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白紙黑字 然後來指稱說陳時中是這個錯誤的 是欺騙世人的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錯誤 就像剛剛羅醫師所說的 你自己可以去做疫調 你可以自己去查訪出來說 這個萬華的破口從哪裡來 也許是從大陸過來的這個走私的人 也不一定都不知道 但是你還沒有做出來之前 你說別人這三加十一那這樣子 就剛剛好甩鍋臺北市 自己造成群聚感染所造成的效應 這些都需要科學證據來證實 不管你要三個月六個月 我覺得站在疫情指揮中心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 你們都就好好可以去做 讓全臺灣人知道說真正的疫情破口是誰 但是最重要的是相信科學 相信醫學的專業 而不是相信政治的口水 好像政治口水一直把三加十一 一直政治化 政治化 政治化 到後來這個就是陳時中的錯 這就是蘇貞昌的錯 這就是蔡英文的錯 其實很多臺灣人的眼中是非常清楚的 三加十一真正的理由是在於說 為了要在我們這個邊境管制的時候 能夠用什麼方式處理比較好 而且沒有直接證據證實他 就像羅醫師所說的 如果我們相信是科學證據 請你拿出科學證據 可以讓陳時中再說三加十一 他說謊一刀斃命嘛 結果沒有啊 然後在立法院也是罵什麼陳時中要槍斃 要幹嘛的 你就講這些非常難聽的 形容詞的時候 拿不出真實的證據 很多臺灣人是不會信服的 那柯文哲市長 我覺得講的都太過了 他認為說疫苗的政策 亂七八糟 那他自己誰想買 上個月也想買 自己也想編預算 那他要買哪一種 他是要買AZ嗎 他買莫德納嗎 他要買這個嬌生嗎 請去買啊 我們來配合你 意思就是說 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在疫情非常緊張 尤其是五月的時候 那時候臺灣不管是上下都非常緊張 我們的重點就是像剛剛所說的 疫苗覆蓋率要能夠越高越好 那既然疫苗覆蓋率 越高越好的時候 只要國際上認證了 經過我們臺灣的這個食藥署的EUA 能夠打到的疫苗 按照這樣疫苗一個一個 從年紀大了開始慢慢往下來 而且到後來我們臺灣大概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四種疫苗都打得到 而且你還可以選擇 你去問一下英國人 你去問一下美國人 去問一下日本人 他們這些人可以四種疫苗都選擇的到嗎 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說 在我們很辛苦的把很多事情慢慢的把它補上來 包括今天的疫苗覆蓋率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五 我們希望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時候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做這個振興五倍券的消費行為 這樣子是一步一步的來振興我們的經濟 而且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非常清楚 臺灣現在很多的政策 仍然希望是清零 清零真的很難達到 清零的話 可能是要在無菌空間裡面才可以做到的 我覺得我們要練習就是說 怎麼樣讓我們的疫苗覆蓋率很高 然後仍然維持適當的社交距離的時候 每個人的經濟活動 跟我們的民生的生活條件 仍然可以平衡的一直往前發展 這個其實現在是執政上面最困難的時候 你在經濟還有在這個疫苗裡面 當中要取得平是一步一步往前走 所以我覺得用這樣的方式 我相信眼睛如果很清楚可以看到 臺灣的陳時中每天在做事 每天在公佈今天的這個本土境外的案例 我們做了什麼疫調的時候 就知道誰是真正在做事 至於柯文哲市長 我覺得隨便講兩句話 走著瞧 然後就把人一窩一桿子都要打翻 或者是說他即將成為執政黨 我覺得成也柯文哲敗也柯文哲 如果你很厲害 你自己去招收黨員 如果你很厲害 你不要去國民黨挖 你不要去民進黨挖 你自己去找你自己應該有的高學歷 年輕的漂亮的黨員 然後來應付二零二二年的選舉 看看 我覺得你講話講得太快 我相信一個月以後 他可能自己又翻案 但是不管怎樣 昨天大家都說記者也問他 國民黨現在走深藍化 而且有分裂這個之餘 黨中央那個好幾個 地下黨中央也有一兩個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民眾黨得力 他一開始講得還蠻謙虛 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該做的還是要做 不管下任台北市長是誰 有柯文哲這個市長 以後的人很難當 他樹立的一個柯文哲門檻 我要請教于將軍的是 朱立倫表現之如此失格 當選之後的每一個一言一息 一直到今天都讓我覺得非常吃驚 他在選前把人家張亞中罵得半死 是個紅筒 亡黨的戰犯 結果他當選之後還沒就任 五號才就任 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極端紅 然後竟然被抓包 說他的這個跟習近平之間 習近平賀電 他的回函是已經是雙方看過的 對方Proof 就是對方檢驗過 給分數的考卷 這還得了 當然他講的叫做共同祝賀 那我不知道什麼叫共同祝賀 那習近平是連任了嗎 對為什麼要共同祝賀 那明明就只有你自己當選而已 就是人家來給你祝賀 他為什麼要說共同祝賀 這我實在不懂 後來我慢慢想通了一件事 因為接到這封信的 並不是中國國民黨的大陸委員會 他不是 是他個人 他個人的辦公室 所以他要纏述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朱立倫可以跟對岸溝通 中國國民黨有了我 我們就通了 沒有我就不通 他要纏述這件事 他要跟那個六萬多個 沒有支持他的人告訴他 張亞中只是會講紅筒而已 那我可以做 怎麼樣誰厲害 對他只是理論派 我是實踐派 所以我比他還要可以跟 中國共產黨溝通 那說這一點呢 其實上了當時支持他的 八萬多人的心 那八萬多人為什麼支持你 第一個他是務實派的 我要選舉馬上2022 我要選市長 我要選議員 我要選里長 所以我不能夠走向紅筒 否則我不要選了 可是發覺我投了你之後 你比張亞中還厲害 張亞中只是嘴巴講理論而已 張亞中不見得做得到 可是你朱立倫已經做了 你已經做了 書信可以往來了 對不對 而且大豬小豬落育盤 你看講得多好 這兩個人講得多好 一大一唱 朱大哥 朱小妹 對對對 大豬小豬 一排裡面講 你看這個小豬說什麼 小豬說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然後最後他就講 為國家謀統一 這是他的關鍵制 你不能把我這個刪掉 那朱立倫告訴他什麼 你的九二共識反台獨 我給你唱和一下 我也反台獨 我也九二共識 但是我跟你講個什麼 求同遵義 對不對 求同遵義 是什麼 那可是他小豬沒有給你面子 你在中國大陸看不到求同遵義的四個字 刪掉了 刪掉了 不見了 那既然你知道會不會刪掉 為什麼不狠一點 給他寫一個民主人權 你就寫個民主人權 這四個字 小豬看到就翻臉了 對不對 老豬講好的 不可以講民主人權 那是共產黨的痛 你跟共產黨說民主 跟他說人權 跟他說自由 那習近平還不要混 你既然不敢寫 你寫了這個求同遵義 最後還是刪掉 那國內的這六萬人看得高興 那六萬個支持張亞中的人 他想一想 其實朱立倫也不錯 也不錯 張亞中是能說能講 教授派的 那朱立倫他做給我們看 不錯不錯 他還是支持統一的 那支持統一 你拿這六萬人的票 八萬人不見了 另外兩千多萬人到哪裡去了 你為了二年二四要選總統 你這六萬人 就讓你當選了嗎 六萬人分配到各縣市 你連個議員都選不上 我跟你講你連個議員都選不上 如果今天這些集統派的 這些支持紅統派這麼厲害 我們國家會有很多紅色議員 對不對 沒有一個都選不上 我就講黃復興的這些所謂 深藍的黨員 要在各縣市支持一個議員都選不上 他沒有辦法選上一個議員 因為黃復興各分到各區區 那一區才一兩千票而已 一兩千票選一個議員 桃園一個議員要一萬五千票 你一千一千票怎麼選 你選不上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是完全被這六萬人嚇到 主席不是你的全部 被嚇到了 被嚇到了 真的嗎 扣姐我跟你講 朱立倫是走組織戰的 他走組織戰的 當他開始要打算選國民黨主席的時候 你認為他是一個月前兩個月前才開始佈局嗎 一年前就佈局了 他一年前開始佈局了 就放風聲給他各地的這些好朋友 這些組織的幹部告訴你 我一年後可能會開始選黨主席 所以現在開始你趕快把那些失聯的黨員叫他回來 在去年的五月份之前趕快繳黨費 趕快該繳黨費的繳黨費 該入黨的入黨 他早就開始動作了 這些所謂為了要選主席 我們講好聽叫布莊 講的難聽到人頭黨員 保守估計兩萬五到三萬人 兩萬五到三萬人 很高的成本 這些人對一個人三百塊 那對他主席來講小錢 況且不見得是他出 可能是他支持者出也不一定 然後出來之後這些黨員進來之後 他是一定會投票 因為他入黨的目的 他回復中國國民黨的目的 只有一個就是要支持朱立倫 那如果你減掉這兩萬五到三萬 他就輸了 他輸了耶 他輸了耶 他沒有贏張亞中 張亞中是憑第一聲雷 蹦 蹦出來六萬票 張亞中 張教授 他在參選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想過他會有六萬票 本來朱立倫坐在那邊等著當選 八月的時候 沒想到憑第一聲雷 對對 他打算一輪過敗 所以他最後兩個禮拜 就開始打王黨敢打那個氣寶 哭哭哭爹那個求求娘的 要叫這個江啟臣的支持者 來為了他這個為了怕國民黨完了 把張亞中打這個就是一個紅色的這個 共產黨的代理人 他要讓 當選之後發現 沒錯他發現這些人 這些人 太多了他 太多了他他認為不會有六萬 他在當時他的估計張亞中能夠破三萬到四萬 已經是最大的這個這個這個接受程度 可是票一開始六萬 那他這樣一加減之後 其實他是輸了耶 他沒有贏 所以他才後來這個所有的表現都這樣子 如此慌腔走吧 所以他發現一件事 組織跟所謂的激情黨員 他決定走激情黨員這條路 那這是暫時的呢還是長久的 我覺得是在二零二二前的第一個步驟 他在二零二二前他必須要這樣走 他要穩固過他黨主席的位置 他穩不住 他他連黨主席都不要做 做不了黨主席他二零二是怎麼走 朱立倫出來走這條路 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拚二零二四 我想我在這邊講出來後 大家都心裡都心知肚明啦 你不要說哎呀你都亂講朱立倫 絕對沒有說他他要選二零二四 來你要不要畫壓一下對不對 你看聲明我選贏了二零二之後 絕不選二零二四他趕快這樣講 他一定他講得多講他講說 我一定推出最強的人來 最強的是就是他自己 國民黨還有誰比他強沒有啊 沒有啊張亞中不可能 張亞中沒有地氣 張亞中只有平地一聲雷 他有地氣他有縣市長的綁裝 但是這一次完全相反 你本來是要用朱立倫的力量母雞帶小雞 然後可以獲得二零二的大勝 現在變成小雞帶臺母雞 現在是小雞帶臺母雞 每個小雞都千斤重 你等到這些小雞選上了縣市長 選上了地方議員之後 到底是朱立倫要感謝他 還是他們要感謝朱立倫 我覺得朱立倫自己想清楚 所以真正的國民黨未來要走的方向 為什麼柯文哲這麼高興 我常講柯文哲跟國民黨的這個關係 叫做黃昏再跟夕陽搶光芒 黃昏再跟夕陽搶光芒 看誰比較亮 不會亮的 那個時間點一過一樣變黑 一起沉淪 你真正的要讓這個黨重新復興 好好的睡一覺 準備好明天太陽出來時候你的打算 你不要急功近利 好好的沉淺一下 國民黨關起門來 到底要走統還是要走本土 開大會講清楚未來怎麼走 黑夜過去之後 你才有黎明嘛 你才有日出嘛 你在跟民眾黨那個黎明黃昏 大家互相搶光芒 搶到最後一起日落啊 對不對永遠陷入暗無天日的黑夜 你要怎麼走到明天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朱主席 你還沒有上任 還有五號嘛 五號才上任 你除了開始要籌下個月 國民黨的黨的這個經費之外 你想一想國民黨要怎麼走 你真的要陷入深藍嗎 你真的要陷入深藍 真的要陷入往紅色的深藍 水去走嗎 那國民黨會糟糕了耶 你如果當時認為這是一條可行的路 你就不要選了讓給張亞中 張亞中的吸粉程度比你強 張亞中現在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那些深藍甚至紅色 這些網紅的首選 首選每天晚上在上節目啊 每天晚上的網紅節目 都有張亞中先生張老師 張老師要上哪個網紅 那個網紅當時的這個流量一定破萬 一定破萬那張亞中教授不上他的節目 他就剩下五百一千 差十倍耶 所以說這些人真正吸粉的是張亞中 那如果說你綠倫要跟他比紅 跟他比深藍 你比不過他 所以你要走回中道路線 你要走回你的正長輪 你不是一直在跟我講 你叫正長輪 什麼叫正長輪 接近兩千三百萬人才叫正長輪 你不要去討好習近平 所以我講習近平那封書 那封家書 而不是家書 那封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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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一來了 不要回 不要回 你回幹什麼 回謝謝就行 對 或寫一個錫 近錫的錫 看到了收到了就好 還回得這麼高興 還回得這麼多 還咬了民進黨一口 那是我們自己自家兄弟的事 我們中華民國關起來 我們政黨怎麼打怎麼拼我家的事 關你習大大什麼事 關你竹鳳蓮什麼事 小豬你憑什麼在那裡說三道事 對不對 你想來批評中華民國 陷入中華民國的國籍 瞭解我們的民主政治 你再說三道事 我只常講嘛 習近平也沒種 你真的有種對不對 中華民國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你派一票人移民中華民國嘛 組一個黨嘛 選總統嘛 選上之後你要統一來嘛 對不對你也不敢 你也知道你這個集統路線到臺灣來 一定被吃掉被抹滅 習近平打臉很難看 他臉已經夠腫了 一打就爆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這個時候 朱立倫堅持中間路線 把國民黨帶回本土才有明天 否則二零二四 你可能連二零二四都跨不過 二零二二你就摔死了 他被扎亞中嚇到了 嚇壞 打雷打到了 所以他選擇了一個 比扎亞中還要紅筒的 你會講我會做 這個角色 然後所以臨時要的分析是對的 他怕分裂 因此扎亞中就是如盲自在背 一直盯著他 扎亞中沒有買帳 他回了這封信函 回去給朱鳳蓮 他前一天才去跟張亞中溝通了七十分鐘 第二天他這個張亞中馬上就批評 這不是像他的求同尊義 他說你這樣會把臺灣帶向危機 什麼叫求同尊義 什麼叫做一中各表 沒有你會把臺灣走向危機 什麼叫求同尊義 在習近平的眼中沒有意 在習近平中間的所謂一中各表 只有一中我表 只有一中我表 我習近平表了算 你們都是假表 你們不要拿那個假表來騙我 只有我講的叫真表 國民黨最大的悲哀是 劉泰英不是說了嗎 要當選只有劉泰英 講的那個組合 侯友宜加柯文哲 那這樣子下去請問東豪 那柯文哲是什麼角色勒 柯文哲會是一個很好笑的角色 我跟你講 柯文哲是這樣講 柯文哲我們現在看明年最後 到底臺灣民眾黨有幾席的縣市議員 因為縣市長 私房說他高雄一席都選不上 對 然後縣市長 縣市長看他怎麼插花 就是說 柯文哲跟他的民眾很可能會扮演一個角色 叫做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然後第二個 二零二二年以後呢 因為他握有那五趴的門票 他會不會跟郭董交易 我們講白話文 然後呢 然後國民黨是朱立倫的話 那民眾黨又有候選人的話 因為郭董回不了 郭董也回不了國民黨 對 那共產黨會 會願意接受這樣的佈局嗎 這樣藍的就分裂啊 對不對 這個我沒辦法講那麼遠 我們沒那麼厲害 我沒辦法看到那麼遠 北京會怎麼去操作 這臺灣內部的幾股不同的勢力 對他來講 只要不是 第一順位 就不要是民進黨繼續執政 對 然後臺灣有統派的聲音 這一波 朱鳳蓮為什麼講的這樣的 這個非常的這個 志得意滿的那個回話 其實是這一波 他們穩住了在臺灣的促統 極統派跟紅統派的一個基本盤的力量 而且讓臺灣內部分分化 對 他們沒有輸 所以按照這樣的分析來講的話 那朱立倫也不是那麼簡單角色 他一方面呢 在深藍堂這個當中呢 插一腳跟大家說 我跟喜伴有溝通的這個能力管道跟互信 然後接下來他還要做一個正常輪 所以呢他的人設就是這樣嘛 除了美國 日本跟我賀電之外 大家都知道他是美國憲民啊 所以他又國際官 所以要洗白啊 對 但他又國際官 然後呢他這個又去跟岸田文雄去道賀 這個恐怕不是一個隨便的蹭聲量的舉動 這個也是拉高他自己的這個聲勢的方法嘛 可是他面對的將來的就是 那你將來這個CPTPP你要怎麼表現對不對 那CPTPP如果跟日本要有輔導的食品的這個開放 你要怎麼表現呢 所以余將軍經過東豪的分析之後 你會不會心裡又安心一點呢 那個朱立倫 不是剛才我們所講的那個 新入政壇的小白被張亞中雷給打的那個 昏頭障腦上未蘇醒的一個朱小弟 哇 東豪哥講完我更緊張了 我真的更緊張了 因為朱立倫現在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我都要 我都要 你又揭發了他的真心的 張亞中的支持者我要 侯友宜的支持者我要 各縣市所有在2022能夠勝選的縣市長議員的票 我都要 他是他的如意算盤 也就是說他的做法是說 14個縣有的縣市長連任 他覺得是問題不大 另外再加上台北市跟桃園市 就14加2了 這他的黨主席位置就保住了 對啊 然後這16個縣市所有的票總數加起來 都是我朱立倫的票 所以我2024極有希望 沒有人可以挑戰他 沒有人可以挑戰 如果政治可以用加減來算的話 吳敦義就當選了 吳敦義在2018年選的多漂亮啊 對不對 連高雄都拿下來了 你知道記不記得 他他恐出來的七仙女全 全上 全上連最不可能答政的 韓國瑜都答政了 所以他全上 所以照理來講 二零一八年國民黨是大勝 那叫破天荒的大勝 那為什麼二零二零二零 沒有提伍敦義出來選總統 為什麼 對朱立倫你忘記了一件事情 政治不是加減法 真的不是加減法 政治有很多的因素 因為這十四個加上 未來就算兩個人 全部都達政成功 十六個縣市長 他當選了這個縣市長之後 他會謝謝你朱立倫嗎 侯友宜連任之後 他會謝謝朱立倫 感謝主席你幫我 沒有你我當選不了嗎 侯友宜心裡講說 我還是好好的做新北的市政 其他的政治我不談 一定是這樣子 盧秀元也是這樣講 我為臺中市民做最大的努力 那未來不管是誰 當選桃園市長 他也是這樣講 一定是這樣子 他誰會謝謝你朱立倫呢 那你朱立倫當了黨主席之後 他認為說你來我桃園 你來我新北 你到我臺北 你是來蹭我的聲量的 因為你第一個 國民黨沒有辦法給我錢 我在我在選舉的時候 你國民黨可以來五千萬 兩千萬八千萬給你嗎 沒有 以前的風光時代已經好像消失了 現在不行 現在你要自己掏錢 你要自己掏錢 掏完錢之後 國民黨過來 你還要協助國民黨 做很多他的文宣 那吃力不討好 我只是掛你一個車輪黨 在這個地方選舉之後 選完之後你還要蹭我 然後等到二零二四年 我還謝謝你 對不對二零二四年 是你要靠我幫你輔選 那你要怎麼跟我談 國民黨現在 縣市長所做的 叫做強諸侯弱中央 諸侯都很強 對不對 你說盧秀元不強嗎 侯友宜不強嗎 對不對 可是有誰認為侯友宜是深藍 侯友宜很少在黨內 大家會看到他的 他幾乎都是 我要跑市政 所以還是跑市政為主 他從來不去的 因為他很清楚 你們這群人不會把我當深藍嗎 那我去幹什麼 侯友宜從來不會覺得說 我選上新北市長是朱立倫提拔的 還是國民黨提拔的 他認為是我生根基層 我跑市政得到 所以你朱立倫這個算盤用加的 十六的票數加起來 再加上這些縣市議長的加起來 我就是最強的二零二四的總統 不是用加的啦 是用加的吳敦營 當時現在笑的耳朵都到耳朵後 那個嘴都列到耳朵後面去了 他當時怎麼會找了韓國瑜出來 因為最強的諸侯才會成為候選人 而不是黨主席 你永遠要記得一件事 國民黨內部民眾 還有這些國民黨黨員會支持 是最強的諸侯 而不是最強的黨主席 所以為什麼在選黨主席的時候 每個黨員都要他表態 你要不要選二零二四 四個人裡面只有他不表態 對不對 結果他不表態 就表示他的掛念很深 他對於這個二零二四 他永遠忘情不了 因為你忘情不了 就變成你的罩門 所有要選市長縣長議員的人 都來跟你談 你挺我二零二四我挺你 一定是這樣子 那你有了條件跟人家談之後 你還有什麼魄力 你還為黨嗎 你所有事情都是為自己 所以我覺得朱玉倫這段時間 這一連串荒腔走板的事情 都是因為他心中的二零二四放不下 他都在為他二零二四在佈局 因為他的算計 永遠比我們普通人要正常 因為他是計算師 他一定計算師 永遠算不過他 昨天人家那個安廷文雄 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後 他立刻就去祝賀人家 祝賀他呢 那個張柏陽這麼年輕 就一句話就錯破了 你裝什麼熟啊 然後輔導這個五線檢驗合格的食品 你可以進口嗎 那你到時候還要禮謀反對嗎 他不是前一天還說公投 年底公投有反萊豬啊 那公投他要這個率領大家過 還要去這個罷免那個 Thank you哥 還要罷免臨場所 反正就是一副就是 台灣戰狼的樣子嘛 對不對 那朱立倫什麼時候 會被那個張亞中的閃電 給打回蘇醒 要不然余將軍是國民黨員 氣憤的講到這個樣子 那這個六萬個人 就帶著國民黨走向另外一個世界 我覺得朱立倫是基本上 已經被張亞中的閃電打到暈頭了 那我現在暈了那麼多天還沒醒過來 沒有醒過來 我現在發現這個所謂的正常倫的智慧 其實連正常人都不如 那是批傻了 他真的是真的是批到傻了 朱立倫你是精算師吧 我都不要說什麼 你自己想想看嘛 張亞中就算拿了六萬票 對不起喔 你還是拿八萬多票啊 張亞中連在國民黨這樣 黨員結構裡頭都沒有辦法過半 你更不要說放到台灣社會裡頭 可是余北陳將軍揭發他的 他的人頭黨員大概就兩萬五到三萬 減掉兩萬五三萬他是輸的 這才是他的內心世界的恐懼 我跟你講那個就是朱立倫傻了嘛 他真的是夠傻了嘛 他如果真的說到這麼徹底的話 他就連這個贏都不會贏嘛 國民黨黨員結構第一是如此 你放在台灣社會是多麼扭曲 你不是不知道 你自己當初選角獸 你貼人家紅筒 你講得那麼大聲 你也知道就是說 張亞中只要貼上紅筒標籤 就很難翻身 你選角獸腦袋清楚 你選完以後你腦袋不清楚 莫名其妙再來我們都說 對一個人 為什麼大家說施政 你又說一個執政黨執政百日 是非常重要的 你朱立倫 你就任黨主席之前 你的起手是亂七八糟 你自己幫自己貼一個 比張亞中更紅更捅的標籤 不就是了嗎 你看他真的是已經 坦白說自作建到什麼地步 我都不客氣的要這樣講 有一個人會喘到這種地步嗎 你大勒的說 喔 這個接到這個 我第二天才接到的 這個是跟對岸我們共同決定的 好奇怪喔 我告訴你 你這是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知道嗎 第一 我可以按通 我可以私通 而且我繞過國民黨中央 一直發到出財情 那六萬人會很高興 對 然後對 他認為第一個 就是剛剛余將軍所講的 我就跟你們這六萬多人在講 你不要看這個張亞中之一走吧 我可以做 然後第二呢 他真的認為說 他用這樣子好像交其妻妾 我可以拿到習近平的賀電 以前習近平連你都不理江啟臣的 你看我得了吧 我拽了吧 我的老天啊 朱立倫你有沒有搞清楚啊 第一 臺灣人民會受不了是什麼 你太背宮屈膝了吧 你自己說要跟要和平 沒有人反對 要跟對岸適度的交流 沒有人反對 可是這有個前提是 你要有臺灣的國格尊嚴 你要捍衛臺灣的利益 但是朱立倫所做的 完全都是背道而馳 你看 為什麼 你注意聽喔 朱鳳蓮都敢跟他說 你要有中華史觀 什麼叫中華史觀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一定是非常滿意 因為第一 所謂的中華史觀 應該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觀 那個史觀是什麼 內戰啊 你就是叛團團體啊 早就被改朝換代了 沒有中華民國 所以你真的按和他 為什麼 因為你連中華民國四個字不敢寫 這個第一個中華史觀 第二個 那個中華史觀裡頭 他又去呼應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什麼叫九二共識 大家都知道了嘛 已經被習近平定性 定義清楚了 那個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所以在這個底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嘛 你看人家九二共識 你就迎合了習近平 還反對台獨 這就告訴台灣人民 是什麼你知道嗎 聯共治台 共產黨跟國民黨是好朋友 共同的敵人 是台灣的民選政府 人民主流民意支持出來的 民進黨政府是你們的共同敵人 笑死了 那你當然按和這個共產黨的史觀 那你把膝蓋跪到這個樣子 然後你甚至於說兩岸的情勢 你看習近平只說兩岸局勢 情勢嚴峻 你加碼因為反中抗中 你斯德哥爾摩症 而且是民進黨 對 你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你也太嚴重了吧 加害者破壞現狀了 明明是共產黨 你現在說是因為是民進黨政府 那我請問你 台灣人民看得不生氣嗎 看得不憤怒嗎 你對個加害者霸凌者百般迎合 對捍衛國家主權的民進黨政府 打成是共同的敵人 那你覺得全世界怎麼看 那更可笑的是 你這樣說了以後 你以為你去蹭岸田文型就有用了嗎 如果今天我是美國跟日本 我怎麼看你朱立倫 很簡單 美國要組成一個全世界的反中大聯盟 民這個台灣在這邊 不僅是反共的前沿 我們更是這裡面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糟糕世人 怎麼樣來對抗中國 怎麼樣保有的民主制度 雖然華人世界裡頭 我們是民主的燈塔 對啊 所以結果他現在選擇的是一個聯共制台 破壞全球反中大聯盟 台灣內部一個扯後腿的最大在野黨的角色 對你還有臉去祝賀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在這之前還投書 這個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吧 對不對 還說美國跟日本這個要聯手 因為中共跟北韓對日本的威脅很大 還要有這個防禦他們的飛彈攻擊 你這個岸田文雄接到你這個 跟共產黨聯手一起搞自己的國家的 執政黨的人的賀電不會覺得很害羞嗎 請繼續鎖定民視臺灣台大新聞152 國民黨主席投票前 臺灣民意基金會發布最新民調顯示 民眾黨在二十到二十四歲年輕選民當中 拿下百分之二十一點七支持度 遠超過國民黨百分之六點八 甚至足以跟民進黨百分之二十三點五分庭抗禮 二十五到三十四歲支持度也排名第二 外界認為民眾黨似乎有機會 會甩掉國民黨成為最大在野黨 民眾黨有信心要成為執政黨 聽到媒體提問 柯文哲只停對一秒再度發下豪雨 民眾黨有信心成為執政黨 但二零二三首都之戰 藍營也來勢洶洶 是否會尋求藍白河 選舉是一回事 做市長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該準備的還是要準備 會跟國民黨合作 其實正確的講法是 我們跟所有人都可以不做 好幾個要請教郎東的是 現在很多詹雅中粉 因為詹雅中高票落選之後 非常非常的失落感 所以他們就到民眾黨的群組裡面去 喊話說 那這個不如去 未來呢 國民黨不用玩了 那有看到不錯的民眾黨 拉我耶 等著被打趴 然後呢 這個 而且呢 支持 柯文哲的民眾黨主席的群組裡面 還說要邀請他們加入呢 然後呢 民眾黨呢 自己呢 也趕快說呢 要發揮極戰力 強力監督 讓執政的腐敗呢 無所對形 然後他要這個讓擴大他的最強的在野黨 令各界比較吃驚的是 他認為他的黨員是一個結構比較高學歷 比較講道理 不像傳統政治人物的一個民眾黨耶 對啦 柯文哲真的是一個吹牛大王 他首先說說什麼 臺北市 之後的臺北市長 因為柯文哲做過什麼 沒有那麼好當 那我這句話我真的想了很久 我最近搞懂了 他其實那個當是士生 沒那麼好當 就沒那麼好被當 因為柯文哲樹立一個最爛的一個典範 那接下來每一個都比他好 所以接下來每一個臺北市長都很難被當 然後呢他又說什麼 在有些 我們看到一些亞中粉去加入 那你知道對柯文哲的習性 所以說如果真的有很多人加入五千人 一萬人入黨的話 他早就在自己的臺書上面公佈了 你會看到就是說 像是什麼AIT的這個處長 孫小雅去見了這個柯文哲 他們AIT都還沒公佈 柯文哲就搶先的去講出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要證明說自己有這個成績 他必須什麼事情都速度搶先 所以我認為確實會有一些亞中粉 他有去加入民眾黨 甚至在國民黨黨主席 結果出來的時候 民眾黨在臉書上面去招黨員 他用這個方式去吸那是國民黨 但是有沒有吸到 我覺得一定有 但是那個數量比例上面其實並不高 包括他的民調上面說什麼十三多趴 那我認為那個機構效應應該是蠻強的 大概民眾黨的支出都是八到十趴 為什麼會這樣講 如果民眾黨真的是有十三趴 要取代國民黨的話 為什麼臺北市議會裡面只有一個 是民眾黨的這個這個黨籍的人 照理來講 那一堆國民黨的人 全部都要跳船 五黨籍要加入 當初像是五黨籍的那個什麼徐立信 他也是加入柯文哲 那個什麼臺北監督連線 看柯文哲站臺 他現在是什麼 五黨籍 沒有加入民眾黨 那一堆都沒有加入 黃珊珊也沒有加入 那如果說民眾黨身是大好的話 照理來講 從他們自己的北市府內部到議會裡面 因為一對 一堆的跳船槽 結果完全沒有出現這個狀況 各有限制也沒有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我認為是說 柯文哲又在那邊吹牛 而且他今天又講說什麼 我的支持者 都是什麼比較高學力 比較理性 你知道柯文哲支持者是什麼 你這個講到不好聽還幹嘛 直接到網路上面 改你的維基百科 罵你 然後網路那邊灌 然後配合了那些中國那些網路作戰 然後一直給你抹黑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那些最新的開發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綠營的都很像 那個塔利班 就叫塔綠班 然後他自己覺得這個梗很好笑 說什麼 你聽到之後大家都會崩潰 我是一點都沒有崩潰 我只覺得這些人的智能真的是有問題 這完全是不講道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 不管你講什麼 他們就在下面回說 好的塔綠班 好的塔綠班 有點像是說什麼 我跟東豪哥在那邊討論事情的時候 他講什麼 說好的東豪 好的東豪 那就在討論事情 不是嘛 就在鬧而已 然後這群人竟然就覺得說 這個叫做討論 在在鬧 覺得說我們聽到這個就會崩潰 我崩潰的時候 他說台灣民主社會現在出現一堆 這麼愚蠢的這些人 還在那邊沾沾自喜 然後他們立委高宏安 現在去那個什麼 朱學恆的這個直播裡面 他唱塔綠班就算了嘛 你們自己喜歡這個講這些有的沒的 那還說什麼 綠營支持者 綠醋 醋生的醋 這個講了這句話之後 還沒有道歉 然後還說什麼 我只是到現場才知道 我這個也搞不清楚 你是一個立委 你現在說什麼 你搞不清楚 到時候人家第一份文件給你 叫你出賣國家機密 你說我沒看清楚 我就簽名了 可以這樣講嗎 那好 你一開始沒看清楚 歌詞沒有細想 你不是初學者 不懂事 好 沒關係 你馬上道歉嘛 結果隔了好幾天之後 這輿論一直塌伐跟攻擊 因為你怎麼會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去攻擊支持者呢 那你會去攻擊 曾經有很多人也會覺得說 剛剛我們按他的背景 可能是有些淺藍淺綠的人 都相信他 然後他現在說現在所有綠的 你只要投過綠的 投過蔡英文的都是畜生 那你這樣子這樣的話 怎麼樣能夠接受 這已經是完全違反人的一個底線了 那他現在就出來之後 就克文哲就在那邊講說 高文安 他這個其實這是什麼被國家機器 然後就被認知作戰 被一堆人攻擊還幹嘛 你自己做錯事 大家在批評你的時候是講道理 然後你就說這個是認知作戰 這個都是被操作的 所以這件事莫名其妙 真正被操作就是克文哲跟他那些死忠粉絲 從三加十一到塔律班 就這樣嘛 三加十一本身 所以我就說 克文哲他就是白色的義和團 三加十一就是他咒語 他沒有要跟你討論什麼 三加十一這個柯P顯靈 三加十一柯P先生 用這個咒語去不斷地去催眠大家說 其實現在所有的臺北市的疫情 都是中央搞的 都是三加十一搞的 用這個方式穩固他的基本盤 這樣他可以穩住這十趴左右基本盤 不會改變的話 他至少先站住正腳 他不會泡沫 這是他政治系統 那他有沒有在科學上 在防疫上面要解決這件事情 那他們一直講個說什麼 這病毒不會從外太空來 一定是從某個破口將進來 那我就問了 好了全世界都有一些偷渡的問題 全世界都有一些呢 這個疫情檢疫不到的問題 或是隱性感染的問題 全世界都有 那為什麼說這個病毒呢 進來台灣之後 在台北落地生根 長得特別快 台北的土壤 台北的水 這樣病毒特別會長嗎 沒有嘛 就是你整個阿公店 整個疫情的防疫 包含清真事 一堆在那邊疫調上面 沒有做好的十連制 沒有做好的事情 被你蓋住 被你沒有發現了之後 隔了一個多月燒起來了 就是你台北市要負責去查數據 八百多人死亡嘛 就五月以來嘛 百分之八十七點八趴都在雙北 其中台北有比你這個 這個新北還要這個嚴重 就繼續從台北那邊 一路傳到新北去 那為什麼這個病毒到宜蘭到苗栗到高雄 到屏東Delta 這麼多這個病毒 幾乎就在這個雙北 特別這個嚴重 柯文你自己不檢討一下 然後在那邊講說三加十一 這樣你講個科學的數據 完全也提不出來 所以你這一連串的事情 看下來就是說 我認為是說 一直到明年的選舉為止 柯文哲已經彻彻底底的這個政治化 他當中只想說要怎麼樣的去 這個布他的局 穩住他的正腳幹嘛 然後想要去挖這個國民黨這個牆角 但我覺得是說 柯文哲的末日已經快要來臨 現在大家就在倒數 到底呢 離柯文哲下台還有什麼時候 我們還有忍受這些謊言多久 這一連串的事情 看得出來是說 其實我覺得是說 柯文哲在講三加十一的時候 他到現在沒有回應 他直接立委邱承遠 他不是自己也是去這個 因為這個說 醫師基斯在一堆工會說 要去放寬檢疫 他就轉文 然後轉完文之後 就是說他沒有強烈建議 其實當初在這個非常 疫情和緩的時候 民進黨時代力量 還有民眾黨 在基斯工會 基福元工會的一個討論之下 都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更人性化的出於這件事情 然後這是一個朝野一併的共識 結果最後出世了之後 這個負責任的就只有民進黨而已 那所謂的出世 其實也在邏輯在科學上面 事後來看 發現是他並沒有在基因定序上面 有密切這個觀點 所以我認為是你說 你回歸防疫標準來看 我最後下一個總結 為什麼柯文哲現在要回了快 又講三加十一一件事 他又沒有要打另外一個點 透過高文安去講說 我們要與病毒共存 要去學那些這個已經徹底開放的 什麼新加坡 還有剛剛羅醫師講到 像愛爾蘭這些地方 最好就是全面開放 社交距離什麼之類 都不用那麼管 只要我們打疫苗就好 他用這個方式去凸顯 說中央疫苗買不夠 可是他沒有得到迴響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 因為大家會去看數據 新加坡一天確診上千人 然後愛爾蘭 這個今天 昨天死了四十個人 你會發現是說國外 他們基本上的話 這種防疫的措施 他們確診人數是非常驚人 臺灣人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在打這點 打不通之後 又回老調重提 又回到了三加十一去 原來是這樣 所以他們現在每一次在政治上面 要做操作 要去做攻擊的時候 失敗都回到三加十一 而這個循環 非常厭倦的循環 大概還會持續一整年 他在八月的時候 還說三加十一不要再講了 我記得很清楚 怎麼昨天突然又回來三加十一 所以要請教東豪的是 他這個反反覆覆 當然有他的個性的問題 第二他現在是看到國民黨已經敗了 快垮了 所以他這個振興大樂 然後籌籌致滿 才會講出昨天的話 第一個就是 以後的臺北市長好難當 那有兩種 一種是他當太好 一種是他當太壞 那不會有人比他還壞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 哇要變執政黨 但是昨天記者忘了問他 你臺北市就是執政黨 你臺北市的疫情 還不是亂七八糟 到底柯文哲在想什麼 國民黨給他吃了什麼灌米湯的 這個糖衣毒藥 柯文哲其實沒辦法用這樣子去看他 因為柯文哲本來就是 他應該他有點老 你知道嗎 我真的 他在罵你走著瞧 沒關係走著瞧 我們常常講無所謂 為什麼講他老煩丁 我先講一下 我們家今天 對到今天剛好 我們家一共七個人 我們剛好四個人打完第二季 就今天錄影完的時候 我們已經打 四個人打完第二季 如果用柯文哲的邏輯的話 我們家一定打不到那麼多個 我們剩三個在排第二季 為什麼呢 記不記得四叉貓 四叉貓在打完第一季 又沒多久去做 去做自己篩檢那個抗體 柯文有講說 這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有什麼好罰的 然後四叉貓在昨天又發了一個消息說 他是今天 也是今天打雲 我看他們都已經打高端了 他又說這個 這個他他他前幾天去驗了 是二十五 增加了二十五倍 他很高興 等今天要打第二季 柯文哲馬上就剛才前面有講 那你乾脆去 你那麼愛做 那麼愛做實驗 你剛才去參加連體實驗 就同一件事情 都是四叉貓 他打高端 第一 都是第一劑喔 在第一劑的十五天 有一個反應 他自己去做了 那時候柯文哲就幫四叉貓講話說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不需要罰 他意思是不要罰 不用不用不用對四叉貓批評 然後今天然後昨天四叉貓公布一個數字 我的抗體數字這個增加了二十五倍 他就開始求四叉貓 你這麼愛做 你剛去參加人體實驗 對 這是同一個柯文哲 那我剛才說什麼 四叉貓不是藍的啊 也不是綠的啊 他也會上 叉貓跟叉貓他們的網路直播節目啊 那時候在檢驗高端的時候 四叉貓這個角色沒有少喔 那這算什麼 我也不是想罵柯文哲 第二個 柯文哲這個臺語市長 做得到底好不好 因為我沒有投票權 我不敢這麼講 下一個市長到底好不好當啊 馬好當的 隨便做就比他好 這個我也不敢這麼講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實在 因為其實 其實包括蔡英文總統民進黨 這執政將近六年的時間 我其實包括馬總統的那時候八年 阿扁 我覺得對於一個老百姓 就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生活一定不是都百分之百的滿意 但相對來講 比如說你經過了六年 你有沒有好一點 所以有人投 有人會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 支持民進黨 有人會支持國民黨 會支持不同政黨 但最後有一個人會相 有一個會相對多數 國民黨也曾經是相對多數過 你日子有沒有比較好過 你的生活 尤其像這五百多天 我們全部人類 共同面對疫情的考驗 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 一次症犯教育 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好一點 如果今天民進黨做得不好 我不是說他做得滿分沒有這種事情 他讓你很不滿意 民進黨一定會看 如果民進黨相對做得還可以 你可能還會給他機會 當然可能有人很喜歡 有的人很不喜歡 這種絕對的我就不講 所以你回來看臺北市很簡單 臺北市你覺得你相關在臺北市的人 因為我沒有投票權 你有沒有好一點 我的交通有沒有好一點 沒有 有沒有哪個第一 內湖亂七八鐘 對 內湖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警察 我不要用內湖 因為我們每天要跑內湖 可能對他們來講不公平 但其他地方有沒有好一點 你上班有沒有好一點 你的交通 你的購物 你的商品 你在這段時間 你在臺北市做生意的 因為疫情的考驗 柯文哲這麼天重一鳴 你做餐飲的 做各方面的 有沒有好一點 我大概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那他為什麼還要那麼得意洋洋 他本來就是個自戀的人 當然是三加十一 三加十一我再站一個時間 因為我怕大家要忘記了 三加十一到目前為止 可以已知最早病例是 萬華的最早病例是一四二四 四月二十三號發病 諾富特開始的時候是五月十三 華航基斯在諾富特飯店 那個是五月八號 這三個時間點 我不敢講說 就是說陳時中為什麼講話很保留 他說他不會告訴你說一定不是 也不會告訴你一定是 為什麼 他需要證據 那柯文哲就是沒有證據啊 在那個回扯 柯文哲為什麼要去講這種話 一方面他想要接收生懶 二方面呢我覺得啦 我覺得大家忘了一件事情 我相信監察院一定會調查這件事情 從諾富特到萬華到這一系列 監察院不可能 所以真相會大白的 好我告訴你 已經四個月了 搞不好監察院快要出來 東豪告訴我們了 原來他那個曾經放棄了三加十一 八月的時候曾經說 那個不要再講了 這兩天昨天恢復 講疫苗這個亂七八糟 講三加十一 是要討好生懶的 因為他要取代中國國民黨了 我們都還沒有去談好心甘的事喔 對 我這裡面疫苗政策的施打 施打政策 經典是好心甘 我剛剛都可以 我還是忍不住 因為好心甘是 柯文哲在台北市 你是市長 你是執政者 你是執政黨 好心甘的事情 就這樣過去了 但是選民會呢 饒過他嗎 我們來看這一切 原來都是中國國民黨這個 搖搖欲墜 這樣的一個大好形勢 讓柯文哲呢 簡直是 忘其所以 來看 朱立倫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朱立倫好不容易 在選前搞亡黨感 氣爆 當選了之後 結果比那個 要亡黨的扎亞中還要紅 方寸大亂 居然還這個公開宣誓 他跟習近平暗通管局 更嚴重的是 今天的內幕消息是說 其實他的那個回寒 已經交給了習近平辦公室 這個考卷呢 自己填好了 對方呢 通過了之後 才公布的耶 這樣的朱立倫 怎麼去帶領中國國民黨 他為什麼會如此不堪呢 國民黨新任黨主席朱立倫 回函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習近平高喊堅持九二共識 反台獨的內容 國台辦高度讚賞 我們也注意到 在這次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過程中 朱立倫先生和其他三位候選人 均就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發展兩黨關係和兩岸關係 做出了積極的表態 我們對此表示讚賞 國台辦的讚賞語調彷彿以上對下 就這麼巧同一時間 朱立倫造訪宜蘭遙相呼應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 要捍衛中華使官 反對台獨使官 必須以兩岸共識 儘快重啟兩岸對話 恢復兩岸交流合作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請教這個羅醫師 我們看這個國民黨 朱立倫好不容易當選了 結果張亞中拿了六萬票 他才拿八萬票 當天跟習近平的這個 賀涵他的回函 被認為已經極其沒有尊嚴 說是民進黨造成了 反中去中造成了兩岸情勢的演變 罵自己的這個國家的政黨也就罷了 然後還呼應他的九二共識 沒有他過去所說的一中各表 又說反對台獨 接下來呢 還這個非常的這個洋洋得意的說 這個賀涵是他跟習近平共同決定 結果今天呢被爆出來說 原來他這個回函習近平 根本就是已經給北京的 習近平辦公室看過的 這個是打考卷給人家對方批過了 然後自己才公佈 公佈了之後呢 他發覺他說他共同決定這件事情 似乎被認為是私通款取 暗中這個跟習近平呢 有秘密交換資訊 被網路罵死了被大家批死了之後 他突然又去跟日本的新人的首相 岸田文雄來這個道賀 看起來是方寸大亂 比渣雅中還要紅 比渣雅中還要捅 比渣雅中還要有王黨的威脅 連國台辦的朱鳳蓮小妹妹 朱家的這個發言人都吃他豆腐 也無怪乎 你覺得他可以取代國民黨 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把兩張就是來的賀電 跟回應把它放在一起看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兩個人心意是非常契合的 因為兩個人的這個回應對話 看起來是同一個分組的一份報告 只是用兩個不同的形式展現出來 我記得我當學生的時候 常常分組的人要讓老師能夠認為說 是兩份獨立報告 就要這邊改這邊修 字體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間距不一樣 但最後核心價值是一樣的 那我認為是說 當初我們一直很擔心就是說 如果假設他們這個黨內選舉完之後 會不會全部都班師回朝 開始又在亂我們的防疫 那剛剛看起來其實已經開始有人在救三加十一 又在做文章了 有人在質疑說我們疫苗的一個政策 可是我會覺得是說回過來看 我們其實應該是處理 我們自己國家內部的事情比較重要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人民能夠在防疫中 得到真正的幸福跟健康 我們怎麼樣能夠去確立我們臺灣的主體性 覺得說任何一個政黨 不管是執政或在意黨 都以臺灣人民的幸福當成是首要的目的 我覺得那是關鍵 我出示一張圖 也許我建議是說 與其去做這些賀店 不如把這些看清楚 這是我們在對抗這個流感的時候 我們做的努力 各位看這是十年的 十年的一個防疫的一個重要的統計 包括重症 包括死亡 我們在看COVID-19 其實真的不要只是用短線在操作 不要只是在磨蹭聲量 不要只是在批評說 到底這個疫苗買得夠不夠 對不對好不好 我們能不能把事情看得更深一點 我認為現在我們臺灣一直有一群人 他們從防疫開始到現在六百多天 大家都清楚 就是在地協力 就是拿著一本交戰手冊一直演 可是我會覺得是說 你當然可以演 可是如果你發現一個劇本 你要照著它上面去演 可是越演你的氣質越差 而且臺下人都不認同 都一直覺得說這樣子是不對的 是背棄民眾 背棄土地的 那你是不是要開始去檢討說 到底這樣的演有沒有價值有沒有意義 除非你從來不認同 不認同那些看著你表演的人 事實上我們在這過程中 我們會發現在過去兩個禮拜 沒有人來亂防疫的時候 其實反而大家都覺得很安靜 很快的我們發現說十月五號 我們要進到另外一個階段了 我們有很多本來的一些產業 開始都要開放了 這段時間沒有人干擾 防疫一樣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再被炫厚這些心智 我們集中我們的心智 來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那至於說這些人的說法 我們就聽聽就好 如果我們覺得說他真的跟我們情感差異很大 事實上我們就不用回應了 好歹請教四方 朱立倫越來越紅統 這個國家會不均衡 那你怎麼看朱立倫的這個現象 朱立倫當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一般而言應該是收到很多賀電 然後花 但是沒有想到他收到一封賀電 來自這個中國北京 習近平的一封信 就把朱立倫打回紅統的原型 因為在過去黨主席選舉的期間 很多人都覺得說朱立倫跟江啟成可能是講假的 因為他們可能想要只有張亞中是講自己的話 那另外兩個人可能會比較像本土派靠攏 可是沒有想到他當選黨主席之後 他所謂的要團結這個中國國民黨 自己就往紅統那邊靠攏去 這個是完全違背了我們在民主政治上面所主張的 就是說當你一旦當選的時候 你如果為了要取得政權回來 那你一定要往中間的地方靠攏 才能夠團結更多其他的所謂的這個淺藍的族群 他完全是相反 所以剛剛兩位都有提到說 他可能被雷打到 或者是已經到了這個近黃昏的時候 我完全是讚同 我覺得這個朱立倫當選之後 面臨三大困難 第一個困難黨內就是這個黨工的薪水 下個月在哪裡 他要雙腦筋 這是還是最簡單的 第二個他怎麼樣真正去這個可以統和 或者是團結這個國民黨內部的人 我跟各位報告 雖然這個北部的這個這個選票 大概就是這個余將軍所說的 站在南部是剛好相反 南部人就是看到說這個朱立倫告急了 恐怕他的票要輸給張亞中 所以真的有人是棄江寶珠 那既然真的有人棄江寶珠的話 那這個這個江啟成的票 已經投給這個朱立倫 那朱立倫怎麼去回應這些人說 我以後要跟這個江啟成互相合作 好像沒有看到這一點 這個很奇怪 那第三個最嚴重的就是你看 一個小小的一個國臺辦的發言人 居然可以下起指導旗 跟他講說要求同遵義 當中要怎麼樣反對這個臺獨 怎麼樣尊重這個九二共識 坦白講九二共識對很多臺灣人來講 一九九二年到現在二零二一年 已經是二三十年的事情 大家怎麼知道九二共識是當時為了模糊 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所以現在這一頁已經被習近平翻過去了 既然已經翻過去 你這個中國國民黨想要取回政權的話 你要提出一個新的論調告訴臺灣的人 你怎麼樣可以打敗民進黨 民進黨是民主的進步的 然後這個政黨 如果你覺得他不好 你要提出更好的這個理論來告訴人家 結果不是啊 你為了小小的五六萬這個張亞中的這個粉絲 然後盡量就往這個紅桶那邊蹭過去 我覺得這場選舉有點像選假的 大概大家講講就好了 就跟朱立倫跟張亞中兩個講講 張亞中跟他講說 我怎麼樣來教你回這個習近平的賀店 你把這個求同尊義改成一中同表就可以了 跟以前祝祝姐一樣就行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朱立倫 他完全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 所以他如果有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這樣位置的時候 他到底怎麼樣帶領國民黨繼續往前來推進 我覺得在我們社會當中 恐怕看不到他未來可以復興 未來可以朝著這個取回政權這樣發展 因為我心中每次都想到一個 那侯友宜他怎麼想 朱立倫要選總統 那侯友宜也想選總統 那他們到時候黨內是不是就有一番不同的爭執 而且侯友宜帶著這個九二共識 反對臺獨這樣的一個標籤 怎麼去選總統 這個很難選 那個可能就是一路就是一直寫低子 在選下去 所以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說朱立倫還是自己靜下來想想看 千萬不要被旁邊一群人就把他弄成說 我們趕快趕快趕快去跟張亞中 和紅統講一講 其實錯誤了 因為你這樣子只是離臺灣人民 大多數的共識越來越遠 這樣的中國國民黨恐怕 真的會落入這個柯文哲民眾黨的陷阱裡面 很多人會往民眾黨跑 這個加亞中粉絲六萬多張票 真的跟飛彈一樣啊 把那個朱立倫從六月十五號一次打到今天五天了 還沒蘇醒呢 剛才這個為什麼余嘉軍這麼這麼生氣 你看看這個朱鳳蓮朱家這個小妹 怎麼對這個朱立倫說的 我們注意到 而且他還不是只講這個朱立倫 講完朱立倫 還其他候選人 江景成、扎雅中、卓博元 都就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發展兩黨關係跟兩岸關係 做出積極表態 所以呢第一 朱立倫不過是四分之一 這個當選的這個主席 最後呢一句話 可是厲害的了 叫做不管怎樣 什麼要捍衛中華史觀 反對台獨史觀 以兩岸共識儘快重啟兩岸對話 恢復兩岸交流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這個我剛剛講了什麼中華史觀 反對台獨史觀 胡編一周的自己在那邊瞎扯 最後我們對此表示讚賞 我朗東 這朱小妹跟那個中國國民黨說 你們乖我們表示讚賞 對這個共同決定 我們終於已經看出來了 因為朱鳳蓮他扮演的是助教 朱立倫是學生交考卷的 所以朱鳳蓮雖然年輕 可是他是助教 他還是可以幫忙批改考卷 那背後的院長背後的這個教授 就是習近平 為什麼這樣講 九月十六號的時候 就有週刊爆料 講說朱立倫還有幾個候選人 都陸陸續續的把關於兩岸關係的考卷 交給北京那邊去判斷 然後習近平那邊的判斷 是覺得朱立倫在裡面算是答題 相對來說讓他比較接受 當然也有務實的考量是可能北京 他覺得朱立倫當選機會高 那答題勉強可以接受 所以朱立倫所說的兩岸共同決定 跟習近平共同決定這件事情 所謂的共同決定 就是考生跟老師之間的共同決定 一個交考卷 一個改考卷的這個關係 為什麼這樣說呢 習近平這個送了賀電之後 朱立倫也同時公布也回覆了嘛 在回覆裡面的話呢 在朱立倫代表國民黨的回覆裡面 他有講說呢 就用九二共識跟反對台圖 來求同遵義 好這求同遵義這四個字呢 朱鳳蓮在9月29號 昨天的時候有回應喔 他回應的時候呢 他裡面幫他加了四個字 就幫他改考卷叫一個中國 也就是朱鳳蓮幫他呢 在這個客店上面加住了一個中國 才有所謂的求同遵義 百分百就是給你打臉給你的改考卷啦 結果最好笑的事情朱立倫喔 今天早上的時候媒體就問到他啦 那你怎麼看國台辦發言人喔 就加入了這個求同遵義啊 有一個中國這件事情 他說什麼 喔都是你講的 我沒聽到都是你講的 他這樣對待媒體耶 他在那邊裝傻 你身為一個國民黨黨主席 你那個沒有去跟進這些第一個 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如果他真的不知道 他要說他要回去了解嘛 但是我認為他知道啦 他一定就是有去看這個國台辦這個反應嘛 因為你一個學生當然這個事卷公布 有沒有被改答他一定很清楚 可是他沒想到這個細節媒體發現了 然後開始再問了之後 他的這個我不知道是惱羞成怒呢 還是在那邊裝傻 竟然就跟媒體講說 喔我不知道 這個是他們講的 完全是亂了手腳 所以延續來看 從展覽中的開始出來 那麼高的票數之後 朱立倫他已經前後失去了 他從以前到現在 從來都是不會打逆風球的一個人 然後遇到這個時代的變局 整個中美貿易戰以來這國際情勢變遷之下 他完全慌了手腳 現在他最重要的事情應該 他目前想要訴告的假象是說 我跟中國好 這個大家也都知道 那但是他要說日本也有祝賀他 美國也有祝賀他 他也有祝賀日本這個新的這個上任 那朱立倫他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做給外界看 做給一些深藍看的是說 我不只跟中國好 我跟日本 美國也很好 可是你仔細去看 美國跟日本 我現在不斷的確認 直到此時我們錄影的此時此刻 都沒有像過去祝賀江啟臣一樣 在自己的臉書 自己的網站上面 AIT有在臉書上面 過去江啟臣上任的時候是有的 在AIT的網站上面 直接就公布去祝賀江啟臣 擔任黨主席 包含說日本臺智教育協會 他也在當時江啟臣的時候 也在臉書上面去跟這個江啟臣拜會 現在臺智教育協會 有沒有這個直接攻賀朱立倫 沒有 AIT有沒有在自己的臉書 自己的網站上面 到今天都還沒有 到今天還沒有 昨天沒有 他說來自日本跟美國的賀店 所以說這是一個降級 我是祝賀你沒錯 可是我不是在自己家門口 不在自己家裡的網站 你實際上祝賀你 我在外地在外面 禮貌性的給你祝賀 那其實是給朱立倫一個警訊 就是說你趕快想辦法跟我們解釋清楚 你跟中國的關係 你要走何定位 你不解釋清楚 我們繼續跟你保持距離 所以他現在在那邊演戲 就是說這區發文祝賀什麼岸田文雄 當選等等 他塑造出來自己好像什麼美制中都吃得開 事實上在這個中國眼中 他只是一個考生而已 好請教東豪 朱立倫這一段發言 他昨天不是說 他是要跟對岸共同決定的那個互相 就是對方的賀店跟他的回函 這個是不小心洩漏了內心的這個秘密 還是他大嘴巴還是他得意忘形 這個把這一段秘密公布出來 這個根本就是炸鍋了 在台灣這個社會對這種舉動 就算是深藍的人 恐怕也會覺得你跟他有什麼私通管局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啊 你這個跟他私鄉的一個賀賀賀回電 給對方那個看完之後才公布 那你有沒有就算是總統的這個 台灣的這些深藍的老卑卑啊 老爺爺老奶奶 你們接受嗎 第二他自己還說 我們除了這個日本跟美國之外 我除了重啟兩岸溝通 也開始受到國際重視 哇 這個朱立倫了不起呢 那個跟習近平有共同管道 朱辦了不起 全世界各國也要把朱立倫放在眼裡 他還真是自我感覺良好的 他本來就自我感覺良好 而且他做出了一個不同的選擇 先講一下像台灣主要政黨的黨 黨主席改選 像AIT這樣子的各國駐台的代表機構 都會表示祝賀 那通常來講 通常來講都是先電話 那你像國民黨的話 歷任黨主席的改選 其實AIT的處長都會安排時間親自拜訪 這是對於台灣主要政黨的一個尊重 所以你可以說他是一個祝賀 你也可以說是一個外交應有的一個禮儀 那這個禮儀你要把它看得多重 那就是看你的外交嘗試的ABC好不好 那我跟我說朱立倫做出選擇 在張景森他們推動萊豬公投之前 之後之後 我所知道的朱立倫曾經跟AIT有過一次見面 那朱立倫對於國民黨的這個公投 有跟AIT方面有做了一些解釋 那個時候他是希望能夠對這件事情 降低對國民黨的衝擊 然後原本預估是安排十月底要訪美 現在這個行程還會不會繼續進行我不曉得 但是就在為了這次的黨主席選舉 朱立倫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改變 這個改變就是在其實鏡周刊有寫到 就是在這個選舉之前 他找了人幫他寫了兩岸論述 然後去跟北京方面做磋商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層級只是在國泰辦 應該是沒有到習辦 並沒有進到習辦裡面去 那習辦的賀電 朱立倫那天在台北卸票的時候 他是刻意要講出來的 因為他需要把自己的身份奠高 所以他是刻意講 這是他的原文應該是我們的共同 我們共同的決定 就是說兩方在國民黨黨主席開票完的隔天 共同發表賀電 然後朱立倫這邊回電 這所有的鋪排就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朱立倫決定要開啟臺灣政黨政治中 最明顯的一次 親中路線跟親美路線的一個鬥爭 張亞中事件是一個催化劑 可是即使沒有張亞中 朱立倫還是會走這條路 他就是把國民黨確立 是一個親中為主的一個政黨 然後民進黨自然相對 就是親美路線的一個政黨 然後大家去競爭 所以從這條 只是說在國民黨 在支持他地方派系裡面 他們是認為朱立倫比較會選舉 張亞中沒有選舉實務 所以他們害怕張亞中 並不是在路線上大方向上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認為我在講 他們是怕張亞中 他們認為張亞中不會選舉 會橫衝直撞 會害了他們的縣市議員 可是在於親中路線的選擇上 他們其實並沒有差別 所以朱立倫那天是 他是刻意講就是共同決定 因為在那個賀電的過程當中 你說他是故意的 不是那個 他是刻意安排 他是刻意安排 他就是要告訴所有的人 我是跟北京可以共同決定 西辦可以直接溝通的 可是他這看起來我覺得不到西辦 他這還是走還是走其他的路線 好然後他為什麼敢這樣做 我大坦講不會有侯友宜的 沒有侯友宜的二零二四 他就非要選二零二四了 沒有侯友宜 可是余家軍說 這樣深藍走下去 根本沒有二零二四 朱立倫不怕 他相信 只要我地方 明年的地方大選 依然會是十五到十五六個地方執政 我就可以拿下二零二四 那所以我說不會有侯友宜了 因為侯友宜為什麼不會有 因為朱立倫不會幫侯友宜開後門 侯友宜明年一當選 十二月宣示就職之後 國民黨就有一個條款 剛剛當選這個市長的人 不准選總統 蔻姐講得更白 我連那個條款都不用了 侯友宜怎麼敢開口說 我在當選半年之後連任不到半年 又說我要去選總統 侯友宜的個性開不了口 必須要有人替他講 朱立倫一定會把所有要幫侯友宜 講話的人全部封殺掉 所以不會有侯友宜 所以朱立倫也不是簡單的吃素的 他也是一個有心機 有這個謀略的人 宮廷這件事情 朱立倫是首席 很會做 因為他有個岳父叫高玉仁 後面還有連戰連家 家弦淵遠 對啊 然後就像韓國瑜一樣 韓國瑜現在是用收編的 所以他其實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累積 用衝突去累積能量去周邊深藍 因為韓國瑜要有角色 可是韓國瑜現在畢竟不比不比二零一九 所以你說二零二四 按照朱立倫現在現在站在深藍紅頭這邊 穩住北京穩住深藍 然後慢慢慢慢 如果他真的把那個徽軍把那個 Thank you可以罷免了 把臨場所罷免了 然後年底的公投全部贏了 那他當然是大獲全勝 然後到了二零二四 就非他莫屬了 那個時候連韓國瑜也 然後他就封殺侯友宜 侯友宜你就只能當教夫 就算你不抬我的家 我也無所謂 那韓國瑜咧 韓國瑜他會選擇跟他合作 這次來講 因為一直在拉韓國瑜跟朱立倫的人 是李四川 是李四川 可是李四川呢 又不願意站到檯面上 所以這個拉的力道會有限 可是朱立倫現在就等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講就等一件事情 等韓國瑜回來 也就是說投給張爾忠 六萬多票 後手是由韓國瑜來收拾 他們是會合作的 他可以做副主席嗎 是什麼位置我不確定 然後另外一個我一直在講 還有一個會代表他的 會是連家 對 這個連家一定會有角色的 就是即使 即使沒有詹阿中 朱立倫已經決定走這條路 跟當時他跟AIT 那些碰面的選擇已經不一樣 OK 陳東豪分析 你們朱立倫大有可為 2024可以選上總統 他當然他絕對有那個佈局 他講了只要14加2 2022能夠過關 他就有戰功 他就有戰功 他是宮廷家族出身的 他爸爸曾經也是這個明代 然後他的岳父高玉仁 高玉仁是跟李登輝 顧總統是當時是在政治角力的 對不對 所以他也不是你講的那個 到時候你們國民黨都摔成一團 人家現在現在身欄裡窩著 然後一步一步的打 打到最後2022也不會輸到哪裡去 他看到的是這個 2022他一定賺 然後2023也沒有人敢跟他挑戰 他就做候選人 2018年民進黨縣市長選得亂七八糟 2020國民進黨的蔡英文 怎麼贏了韓國瑜的 我覺得他如果以為說他贏了地方 就可以贏到地方 他太太胡扯了 為什麼 因為你到總統選舉這一場的時候 人民先看的是什麼 國家主權國家安全 但是我剛剛在講 這是你從整個大局來看 可是你如果參在朱立倫的角度 他是要這樣子一步一步拿下來 他們個人的精吞蠶食 光這一點就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更別講 朱鳳蓮根本就沒讀什麼書 什麼叫做中華史觀 是捍衛中華史觀 反對台獨史觀 拜託 那個在一百年前 你們這個清朝的那個 又不是中華民族的 是清朝的這個滿族的人 統治的你那塊土地 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這個胡扯一通 被一個沒念什麼書的一個發言人 在那邊指指點點 在那邊加持讚美 情何以堪 太得意了很多 我們進一端廣告回來 請教民進黨的柳世帆委員 怎麼看這一波 在台灣的政治版圖上面 所催起的漣漪 到底是一個海嘯呢 還是一個暫時的波浪 那接下來會如何的影響 未來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在國際跟國內之間的定位 來 我們來看 在中國呢 這個現變已經造成了民怨 很多地方呢 人民呢 這個不顧死活的那個生活狀態呢 都被PO上了網 我們把最新的情況 來給大家來看一下 你說這個爬電梯 一天爬二十九層樓 三十層樓也就罷了 那現在叫每天爬 然後突然煮飯煮到一半沒電了 走在路上一半沒電了 現在這個狀況呢 是這個啊 這一張照片 路燈沒電 駕駛靠車燈照明 遊樂設施停電 人卡在半空中 iPhone十三呢 因為限電停產 然後餐廳停電 民眾摸黑又餐 緊急照明呢 商店營業困難 冰箱沒有電呢 這張照片說食物融化腐敗了 然後蠟燭訂單增加 那這個吉林省的省長呢 他呢表態要加購煤炭發電 渡寒冬 現在這個九月底 十月在中國很多地方 已經要開始要這個送暖了 就是他們要給這個暖氣系統了嘛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這個習近平要怎麼穩住民怨呢 來看一下人民是怎麼說的 哇 沒電了 完了下不來了 就這麼倒霉 遊樂設施擺到最高處時 無預警停電 乘客倒掛空中 還有人受困電梯 一家四口噴電梯一半個小時 我要小寶車一歲 限電潮 害慘中國 東北三省 遼寧 瀋陽 路上黑漆漆一片 沒了紅綠燈 車流回堵 動彈不得 9月23號下午 4點半左右 突然停電了 因為5點是下巴的高峰期 然後堵車 紅綠燈都停了 高層小區那個 電梯也停了 三廠也停了 基本都停了 那天晚上挺嚴重的 民眾客難生活 而且28號起 就連天子腳下的北京 都開始分區限電10天 南京也發出停電公告 越來越多省份遭到波及 限電潮擴大的事實 擺在眼前 中國新聞週刊就分析 因為煤價長期高漲 煤炭供應偏僅 導致煤比電還要貴 每發一度電 企業至少虧一毛錢 未來5年狀況會更糟 2024可能最缺電 這個中國共產黨真好 這樣搞停電 人民怨聲災道 然後隨便他們公告 然後到底這個缺電的原因 又是什麼 是什麼因素造成的 煤比電櫃 那到底是誰形成這樣現象 也不必說清楚講明白 如果是臺灣這樣子 那個總統府可能現在都已經被攻陷了 我看 我很難想像 就是中國政府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這種限電 今天講明天就做 還有今天講今天就做的 害了很多不管是民生或工廠 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想民怨一定是載到 但是會關心民怨的 絕對不是中國共產黨 絕對不是中國政府 那我們分析他的原因 其實BBC有特別提到 他說中國限電 大概有三個原因 就產能突然增加 因為全世界受到疫情影響的時候 中國因為他人力的成本比較低 他的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低 所以很多工廠的訂單還是接得到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煤價高漲 他煤價其實已經高漲了百分之十左右 而且煤在全中國裡面 大概佔用電的比例大概有七成到八成以上 那煤為什麼高漲 我覺得是中國政府自己割自己的這個肉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在前一陣子 他就跟澳洲搞得不好 所以澳洲全面禁止任何的物品送到這個中國大陸去 那澳洲煤是最好的啊 所以現在這個剛剛講到這個吉林的這個書記 還要再向國外再買很多煤 去哪裡買啊 如果政府 中國政府不解禁的話 煤怎麼有可能進來 然後再來就是能耗雙控 中國政府他們對外講 我們要這個合乎這個全球叫碳中和 要碳的這個這個氣候變遷 我們都要符合 所以在這樣狀況之下 沒有任何其他的核緩措施 沒有辦法說要增加所謂的綠能的狀況之下 馬上就限電措施就來了 害得我們很多臺商正是怨聲載道 我也覺得很奇怪 臺灣的臺商在臺灣限電的時候 講得很大聲 這個民進黨的政府都不理我們 電價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到中國大陸去大家都點點 哎呀我們趕快 趕快來尋求 有什麼方式來解決啊 然後可以趕快來發展綠能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多臺商可能已經受不了 像中國這樣動不動就馬上限電 然後動不動又要增加很多稅收的狀況之下 我跟各位報告 昨天行政院通過一個 在過去兩年來就是我們的很多境外 臺商回臺的投資條例 居然這兩年來回臺投資條例高達新臺幣三千多億 幾乎有一千五百到兩千家以上 在海外的臺商 境外臺商都回來臺灣投資 一方面算是因為受不了像中國大陸這種動不動就限電 然後動不動就更改 他們很多勞動條件的狀況之下 當然疫情有影響 很多人覺得說中國的疫情控制也很好 也很不錯 但是事實上幾乎很難像臺灣這樣子疫情 或者是我們邊境管制都控制相當好 所以我覺得要跟很多我們臺商的朋友講 不要覺得說在中國大陸 就一切都很美好 然後就賺很多錢 只要乖乖踢習近平政府的話就好了 你忘了很多民生限電的部分 他根本不告訴你限電的狀況之下 很多狀況如果沒有辦法告訴你的時候 其實是影響你自己未來在工廠生產上面的 很多管理或制度上面的變遷 所以雖然當局承認是電力很緊張 可是緊張到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才是很麻煩 沒有人告訴你說三天以後兩天以後 或是兩個以後這個電就可以回來 而且還叫你填 你希望哪一天限電 我們第一次聽到說企業企業可以自己選說 你要哪一天限電的 那這樣企業怎麼活得下去 大家都知道企業在生產的時候 是二十四小時產能在生產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對很多中國大陸的臺商 是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一下臺灣還是 不管在政府的管理之下 還是有很多這個電力的成本控制都蠻好的 但是公開跟透明的 能夠回來臺灣才是我們的福氣 就是臺商要不要大逃亡 請教妹妹他們是失控了呢 還是有其他的這個因素存在呢 我先說我覺得這是臺灣非常大的一個機運 企業經營最怕什麼 基礎建設不止水電 對 最怕不穩定的因素 現在中國不是只有勞動成本上升 環境的要求變延 包括突然間來給你共同富裕 你的錢根本不能匯出來 那現在更要命的是臨時來給你限電 也不通知 這會導致什麼 導致外資趕快逃離中國 所以我認為臺商一定會更多人回來臺灣 所以太陽照中國照夠久了 我覺得這一夜分水 他可能不讓你回來耶 他可能用各種方式阻礙你啊 我跟你講沒有辦法 臺商一定會想辦法有序的測出去 因為你在那邊的結果是什麼 你可能竹籃打水一闖空啊 你錢被共產了 你這個利潤拿不回來 你經營下去 你可能越虧越多 你像這一次你知道多麼糟糕 也不用太高估習近平 他不是在玩什麼一盤大棋 沒有 他就是很簡單 中國缺電 然後也沒有錢了 我也可以告訴各位 為什麼缺電 因為需求是在上升的 他疫情控制得不錯 然後供電的準備基礎建設 沒有趕上 沒有趕上 而且習近平更要命 讓他雪上加霜 他說能耗雙控的結果是什麼 他很多本來其實可以發電的 他把它限制住了 然後他要按死那個電價不能漲 所以呢 因為很多人是活在貧窮線底下 可是你這樣結果 我發一度煤 發一度電 我就虧得越多 所以沒有發電的基礎性 就算了